从不发一眼流年故事流浪 去拥抱那树冷静的花 是记得这回忆无论细活 悲伤都随光一面长 周深有一首写出来很久很久的歌 甚至在YY直播上都有演唱过很多次 但是直到18年的生日才发表 是周深的第一首作曲并演唱的歌曲 被粉丝称之为敌张子 更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首歌曲 在前不久被人民日报点名 用作视频2021那些破坊瞬间的背景音乐 令无数的人瞬间破坊 这首被精打细琢三四年之久的歌曲 就是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是周深写给动漫夏目有人杖中妖怪的 周深说是看了路舍那一集被感动 从而有感而发而写下的 这首歌曲何尝不是周深通过自己的音乐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和眼中的世界 诉说了心中的爱与执着 充满坎坷 却仍执着地付出全部的热爱与温柔 这是一首温暖的治愈歌曲 轻快流畅的曲风优美的旋律如青如素的情感 平淡如轻语的歌唱把现实的艰辛和挫折 用云淡风轻的方式若重若轻地表达了出来 让人有种如置身于和睦春风之中 既轻且淡还暖令人耳目一新 歌曲一开始如清如素的低柔钢琴声 画面感极强的歌词 带着试探性的人声 轻易地就把听者带进了下目的世界 带着些许的忧伤 有一种对未知世界的迷茫和对现实的遗憾感 周深曾说 梦想这个东西只会被压制 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我还是喜欢唱歌 于是少年颇受挫折的他 曾经孤独兼末 依然坚持着他的选择 坚持着对唱歌的热爱 始终不改温柔阳光和执着 用音乐给人温暖和信心 让听者拥有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周深用这首歌和自己的经历 为苍生轻声铭 告诉我们 世界小小的我 虽渺小微弱 也许满尖风雪 满腔寂寞 但总要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热爱与执着 坚信世间最美好的一切 正卸风漂泊 终有一天 会有人在远处对你展颜微笑 轻声木然念出你的名字 周深唱的不仅是那些妖怪和自己 更是我们每个受过伤 却仍热爱生活的人 愿我们都能穿过一切的风雪 寂寞来到温暖的青涩阳光下 热爱这个世界 2022年小破绽跨年晚会 周深演唱了这首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人民日报前几天发布了 回顾2021年温暖破防瞬间的景视频 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 大家可以找出来看看 是Richard这个伴奏写的一个曲子 然后拜托别人写的是那个歌词 这首歌叫做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这个曲子写得好像还不错 但是没有人给我做伴奏 主要是我怕别人嫌弃我的曲子 我挺喜欢我的高潮的 就这一段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写的曲 你们觉得好听吗 真的假的 好假呀你们 你们如果认识 比较能够编的们 稍微温柔一点的编曲的 就茫茫啊 也我不想 此作那么辛苦写的 此作有这首歌没有出来 然后最后如果实在我没有找到的话 我就用这个伴奏就算了 谢谢大家